看完刚才的考单字 考文法的题目之后 再来就是考句子 句子就是考听说读写 我们现在分成四个小部分来说明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阅读 像考托福雅思 这样子的非常重视阅读的题目 那各位看到这第一句话 就有它一定的难度 可是我们也是 在我们准备的过程当中 看这些考古题呢 我们就学习练习自己的阅读的能力 当然配合我们刚才教你的六个符号 英文法的观念 先找主词 各位看到 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主词 只是主词挺长的 那各位看到主词长 不要觉得很奇怪 我们的基本观念教给你 主词就像人的头一样 有大有小 没有关系 都对我来讲 都是一个主词 然后再看到什么词 动词 动词就是画成两条底线 我们看到主词跟动词 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 the code就是这个冷冰冰的 hard非常艰苦的reality reality就是现实 什么样的现实呢 of what is needed 那么各位看到介细词 后面间名词 或者是名词片语 名词子句都可以 反正后面就是个名词概念 what is needed 各位一定要接受它 它就是一个名词子句 什么样的一个事实 什么样的一个残酷的事实呢 就是what is needed 那么what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标准的名词子句 带出来的一个字 我们用中话符把它带出来 of what is needed 对于什么是被需要的 这种残酷的事实呢 那么这个什么样的事实 什么样的真实的现象呢 就是要去to fulfill to fulfill 带出来一个片语 去怎么样子呢 fulfill fulfill去达成完成合乎的意思 去符合这个 the Paris agreements pleges 那这个 Paris agreements 就是对于空气污染 环境保护的这样子的一个协议呢 the pledges pleges就是宣誓 要去拔斗这样子的宣誓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 这个少开车 要减少冷气的使用等等 这些残酷的事实呢 well 很快的将会怎么样子呢 bite bite就会产生痛感 就会刺痛我们了 要我们减少我们生活上的不变性 很快就会刺痛我们了 experts warned 那这是一个插路语 主持动词 那么我们的专家们就警告了这件事情 所以各位看到这样子的句子 你才可以完完整整的看懂 然后要做仔细的分析 把它记一下来 所以各位就是这样子 一边准备考古题 一边增强自己的英文实力 利用这个考古题 来做一个跳板 来准备考试 我们再念上它一下 but 但是呢 the cold hard reality 这残酷的这样子的现实 什么的现实呢 of what is needed 被需求的 这个要做的事情的 这个残酷的现实 去 to fulfill 去符合 the Paris agreements pleges 去符合巴黎这个环境污染条约的这个宣誓呢 well soon很快的就会 bite就会让你感到痛苦了 experts warned 我们的专家们警告 我们再继续的往下面看 with tourist dollars spent on meals and lodging 好 那各位看 这个程度就会越来越好 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很漂亮的with 带出来的一个独立分词构具 表示这个情况 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tourist dollars就是观光客的钱 这个是with里面的主词 我们叫做观光客的钱 动词本来应该是被动语态 被花在什么什么地方 本来应该是意思是spent 被花 可是呢 我们这叫做独立分词局够 所以保留主词这个tourist dollars之后呢 我们的意思被省略掉 留下spent 所以这就成为一个 我们在英文里面很精彩的特殊构具当中的 独立分词局够 在with带出来的表示情况的 这样子的这个句子当中 我们把主词保留 动词改分词 所以各位看到spent就是过去分词 要翻译成被 被怎么样子的钱呢 这个被 被花在 on meals 花在这个吃饭 and lodging 就是住宿上面的这些钱 在这样子的钱的情况之下呢 the small town 那么这是母剧的主词了 这个小镇啊 然后brings in 就赚进来了 brings in 赚进来 什么东西呢 in a huge amount 大量的 大量的什么呢 of money 大量的金钱 赚了很多钱 好 那各位 我们说阅读 考了越来越高的考试 它就是多了一些 所谓文法上的变化 这些文法的变化 其实都很简单 稍微了解 你再去看 会发觉 虽然句子不一样 字不一样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请大家 先把道理弄懂 你再来去准备考试 效果才更好 我们好快的 再把它看一下 with tourist dollars spend 在光光的钱都被花在 on meals and lodging 花在这个吃饭 跟住宿上面 the small town brings 他们这个小镇赚进了 in a huge amount of money 赚进了大量的钱 那么既然说 这个高阶的考试 有比较特殊的文法 我们就简单的再欣赏一下 各位看到envy envy叫做这个嫉妒 嫉妒这个东西 是 是 就是yes 这是动词 是什么东西呢 the meanest 那么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法 mean这个字 本来呢动词的时候叫做意指着什么什么 这个当成形容词呢 就是很恶劣 很严酷的意思 那么这是最高级 the meanest 最高级 就是一个形容词 那各位 the加上形容词 在英文可以成为一个名词 就是最残酷的东西 什么样的最残酷的东西呢 of the passions passion叫做感情 我们在人的感情 有这个五情六欲等等的 而嫉妒呢 是所有感情当中最坏的一种 所以这句话 envy is the meanest of the passions 再来看这句 海伦凯乐当年讲过的话 the seeing 那各位好有意思 the seeing是什么东西 如果不跟你解释 你还是真的看得莫名奇妙 那各位还记得我们刚才讲过 the加上形容词 各位这个观念 请稍微记一下 the加上形容词 它会变成一个名词 这很有意思 各位再简单的听一下 the加上形容词 变成名词 比如说我这中间说 穷的叫poor p-o-o-r 那么the加上poor 就变成穷人 the poor就变成穷人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seeing呢 在英文呢 是现在分词 现在分词可以当形容词 所以这个地方的seeing 就好像是poor一样的观念 the poor 那这个是the seeing 就是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人 我们再说一遍 刚才你说the poor就变成穷人 那seeing是看见的 那就变成了能够看到的人 其实看到的是 很少很少 视而不见 所以还能开了自己觉得说 他用摸的 用这个体会的 可以感到世界上多么美丽 可是我们这些有眼睛的人呢 却看 却没有真正的看见 没有去珍惜 the seeing see little 那么再看 这最后一句 dead and gone is the british rush in india 那各位这个题目 是一个雅思的题目 雅思呢 我们都知道这是英国型的英文 所以看起来有些字呢 对我们来讲比较陌生 对他的历史文化呢 我们可能也少接触 所以就要多这个补充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标准的 这个导装剧 那么我们的表导装剧 是怎么回事呢 各位请看到 主词呢 叫做the british rush 英国的统治 在什么地方的统治呢 in india 在印度的这个统治 这个统治呢 是 是是动词 所以是反过来说的 the british rush in india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是 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都知道 印度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那这个英国的统治呢 是是怎么样呢 dead and gone 但是死掉了 而且是杠 杠的意思就是消失了 所以已经不见了 那么合在一起 各位看到 意思就是说 英国这个再也没有办法 统治这个印度了 那印度是什么呢 印度是that most glittering jewel 那个最闪亮的那个 jewel 就就是珠宝 我们都知道 印度以前成为英国女皇 这个皇冠上的一颗珍珠 所以呢 它最闪亮的一颗珠宝 在什么地方的珠宝呢 in the diadem diadem就是皇冠 谁的皇冠呢 of a queen victoria 维多利亚女皇 头上的皇冠的最闪亮的珍珠 这个印度再也不是英国统治了 所以各位 这看到这个雅思的比较难的题目 它就是文法上的结构比较深 其他的观念 其实都是一样的 很快的再看它一下 dead and gone is the british rush in India 对于印度的统治 这个英国再也不行了 那么印度是什么呢 that most glittering jewel 那个最闪亮的一个珠宝 in the diadem 在这个皇冠 of queen victoria 现在我们接着来看写作的这种考古题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句中文还真的挺复杂 那时我想我会永远拥有并保护这棵带给我们许多欢乐的树 好 那这个要变成写成英文要怎么办呢 那么各位写成英文 当然还是那两个条件 字要写的对 文法要写的正确 那文法怎么正确呢 文法就叫做一二三 你先找到这个主体 然后在这前前后后呢 可能再会有四的东西 这些额外补充进去的东西 我们就叫做四 所以一二三为主体 再补充四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句子 首先我们先找到一 一就是我 我就是一 我想 想就是二 我想什么呢 我想这件事情 哇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名词子句 当成三 我想这件事情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变成英文 各位请看 我就是爱 想叫做think 可是是以前的事情 要变成过去式 就变成I thought 我想我想什么呢 我想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会这个保护这棵树 那各位这叫做子句 我们用later带出来一个名词 子句表示这件事情 子句里面各位看到也有主词 主词叫做我 动词叫做拥有并保护 所以我们英文里面的子句 也是一二三的观念 所以我们把主词先出来 I on 就是拥有 拥有叫做on and保护 保护 我们也把它写出来 保护什么呢 保护 这棵带给我们许多欢乐的树 那各位请看到 我们在英文里面 的的的观念 就是形容词的观念 所以我们先写这棵树 然后形容词放在他的后面 后面翻译前面 所以我们说这棵树 什么树呢 各位就准备把这个子句带出来 带给我们许多欢乐的 那既然是形容词子句 我们先带出一个which 形容这棵树 这个树是怎么样子呢 给 给叫做give 变成过去式 就变成give 给谁呢 us给我们 给我们什么呢 许多的欢乐 这个欢乐叫做happiness 那么happiness 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所以的许多呢 就不要用many 而是用much much 就是不可数的东西 许多欢乐的 这样子的一棵树 好 那各位 我们再把其他的补上去 我们这里说 会永远 这个会 就是一个助动词 表示意愿 意愿呢 就是would would就是一个 意愿 永远 永远叫forever 永远的 永远的 怎么样子呢 这个保护 这棵树 所以各位看到 我们再来简单看一次 子句里面也有主词 动词 跟接受动作的字 然后加上去的 就叫做 其他的四 像刚才的forever 就是一个副词 像这个which gave us much happiness 就是形容词 所以我们一个个的补上去 最后我们再补这个地方 叫做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也是一个副词片语 我们放在前面好了 at that time 在那个时候 这样子我们就合出来 这个句子就很正确的把它写出来了 所以各位看到 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训练出你的写作 正确句子的能力 我们再把它念诵一下 at that time 在那个时候 I thought 我在想 我在想什么呢 想的就是后面的这件事情 由that带出来 这个名词子句 子句里面也有主词动词 I would forever 我会永远的呢 动词 own and protect 拥有跟保护 保护什么呢 the tree 这棵树 什么树呢 which gave us much happiness 给我们这么多欢乐的树 这样子就把这个句子给写出来了 对于听力考试的准备 可能是许多朋友的痛处 因为如果你不是从小就习惯听英文 在学习英文当中是念出声音 在你的脑海之中有声音档的话 那么你在这个听力考试的时候 是非常辛苦 非常吃亏的 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在学英文的时候 一定要念出声音出来 要听英文 要自己念出来 在脑海之中具备声音档 所以现在的小朋友 其实是有一个不错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学校里面 会让他们说跟听了 所以有家长来跑来找我学文法 说他的孩子要学文法的时候 我会建议他你的孩子 如果还在国小阶段 还小 不要先学习文字的东西 而是应该让他们先多听 多念 这样子对他们的未来是绝对有帮助的 但是你的情况如果不一样的话 你过去并没有建立声音档的话 那你就要现在自己来建立 也就是你自己要先念 你要懂得文法结构 我们说英文讲出来 他一定有一定的方式 这个方式就是他的文法思考模式 也就是英文的一小节一小节 所以我们现在以实际的例子来 给大家做介绍 当我们听到一句英文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字一个字 像机器人这样子念出来 而是会分成像下面这样子 一小节一小节的方式 把它给呈现 那我们就用Google翻译来试试看 你看他的声音 是不是就是这样 一小节一小节的声音出来呢 我们现在看文字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准备听一次 这样子一小组 一小组的程序 那他会越来越快 It is impossible for a bee to tell the other bees where the food is by speaking to them 所以各位这样一小节观念 如果你有在听起英文 当然就会比较容易了 It is impossible for a bee to tell the other bees where the food is by speaking to them 我们现在就来实际的听一题多艺考试的听力题目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学习着去反复的念诵 比它还快 这样子在未来听力才会有所帮助 Excuse me where is the fence machine 抱歉一下 请问那个传真机在什么地方 那么Asian像说 It is not working properly 它并不是运作的 这一个非常的适当地 就是说这个机器有问题 这不是我们的答案 B选项 down the hole and to the right 沿着这个走到走下去 然后呢向右转 就看到fax machine在那边了 所以他选B选项 C选项说no problem 没问题 这不对 所以我们他选的是B选项 各位听完这题考古题之后 我们就要做真实的训练 训练自己念出声音来 而且比它还快 Excuse me where is the fence machine 越来越快 Excuse me where is the fence machine 然后就回答 down the hole 就沿着这个走廊一直走 and to the right 然后向右转 然后再快 Excuse me where is the fence machine down the hole and to the right 你就这样练习练习练习 你就越来越像真的 你的听力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介绍完以上笔试考试的准备方法之后 相信还有些朋友 你要考的是口试 在口试的时候 就是你要回答问题 回答得清楚 很有自信 说话 很有中气 讲得清楚正确 那这就是要靠你平常的练习 而且你也是赶照 刚才我们教给大家方式 一边念声音 一边念出一节一节 这样子念出来的英文 让对方很容易听得懂 比如说对方问你 what is your goal 你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我们就怎么说呢 先找组织动词 I would like 说话黏在一起 不要吞吞吐吐 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像机器人 I would like 我想要怎么样子呢 to improve myself 要增进自己 improve myself 然后and help 而且帮助呢 company 帮助我们这家公司 帮助the company 去做什么呢 make money 公司赚钱 公司赚钱 这才是我的目标 所以合在一起 各位念诵念诵再念诵 说着很有自信 很流利 很正确 甚至很好听 I would like to improve myself and help the company make money 你也多试几次 对着墙壁去练习 说的很有味道 我相信你的口识 绝对是很容易的 因为口识题目都很简单 说的都没有标准答案 只要你说的清楚 说的有自信 甚至说的能够帮助对方公司的感觉 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分数了 I would like to improve myself and help the company make money 那么对于英文不好的朋友 请你们也不要气馁 即使你们不去考英文又怎么样子呢 我们把专业学好 就像我们驴美的棒球选手 他们球打得好 美国人甚至愿意请他 帮他请一个翻译都可以 因为他专业好 那所以各位朋友 专业才是重要的 请你把专业培养好 英文当成第二专场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 但如果你要考试 希望以上的教学节目 能够提供大家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